绿水青山 阳帆满载 这是山水化还是诱人美食 虾融复菜饼 青苹果咕噜肉 复客百年经典 寻求创新敏感 洋靴桶 酿豆腐 海红米 泥丁粥 麦香虾 柚子包 粤菜创新菜 精彩又美味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特别制作 八大菜系粤菜 一个菜系想要拥有良好的生命力 就离不开创新 是 现在很多的创新菜 已经发展成为了经典菜 像早几年在早茶文化当中 出现的红米肠 现在在大小的酒楼上 都已经能够看到它的身影了 而创新菜它的创新的方法 也是非常多样的 你看在食材上创新 在技法上创新 在调味上创新 那么相信众多的创新菜 都会给人带来耳目一心的感觉 广东人敢闯敢试 在美食上也这样 一道菜要摆成立体的山水化 听上去相当有难度 这就是高飞打造的创新菜 绿水金山 做这道菜的主料 都是湛江当地的食材 生长在海水里的海戈米 卤舟鲍鱼 爽脆的苦瓜 配料和调料也很特别 这道菜的调料 主要就是这个葱绒 看一下它那个颜色很漂亮 这个颜色就很符合 我们整个一道菜 丽水新山的色泽的煮鸡料 海戈米搭配蘸江徐文的菠萝 鸡蛋 做出一锅海戈米炒饭 颜色漂亮又好吃 苦瓜切丝 用盐揉一揉 再飞水 既有了咸味又有了韧性 点缀的配料是海参和香菇 再加了酱汁料酒的锅里飞水 然后把高压锅煮熟的鲍鱼 按照一开二 一开四 切片切断等 切成不同的形状用来造型 不过造型之前 大盘子中还要打造出绿水的效果 用猪皮来熬成汁 熬成汁之后呢 加入凉瓜 打成那个凉瓜汁 再加一点点菠菜汁 放在保鲜冰箱里面 让它凉了以后 就变成这样的一个 猪皮冻的感觉 第一颜色是绿色的 第二是可以湿的 接着就可以让青山在绿水之间拔地而起 绿水青山由于食材的多样化 营养和口味都非常丰富 广东天气热 怎么能在一年四季都吃上羊肉呢 高飞想到了冷吃羊肉卷的做法 我们挑选带排骨的羊腩的部位 它带皮的 那皮下的脂肪呢就不多不少 它用的技法主要是一个卷 一个是卤 整个绳线是凉菜的方法 超过水的羊腩放进高压锅 加入香叶 草果 桂皮 豆蔻 小茴香等做成的卤料包 压三十分钟 筷子能轻松插进肉里 羊肉就算炖好了 此时的羊骨能够轻松去除 把整块羊腩一片为二 羊肉卷用上面带皮的一半 这个时候把它捡起来 最后切出来 入口口感是最好的 一定要拉紧点 拉紧点捡出来的肉才结实 冻的过程当中它没有空屑 卷安姐的羊肉卷 要放在五至十摄氏度的冰箱里冷藏六个小时 然后还有准备配料和蘸料 它做柠檬加这个蜂蜜 拌之后它有一种新香的味道 它加这羊肉在一起的时候 它是从色泽到味道上的时候 它都是非常好的 广东的腐乳加白糖加花雕酒 一定要打得越细越好 打完之后还要用过滤网的过滤一下 它这个酱湿起来就很滑很滑 搭配我们的全头的羊肉是绝配 非常好吃 打造创意菜 如同艺术创作 很多灵感来自于生活 徐锦辉的这道羊帆满菜 承载了对家人满满的爱意 这道菜的主料非常简单 只有鱼 裹了脆浆糊的鱼块 炸至金黄色即可出锅 接着就要炒这一份融合的 越香川的酸甜 香辣麻辣味的酱汁 我们的酱汁是传统的酸甜那种味道 创新的是融合了香菜的辣 川菜的麻 三个口味再加上巧克力的搭配 几个一加一大于二的那种感觉 鱼块奉紧代表着爱情结晶的巧克力鱼网中 炒好的酱汁趁热淋下 鱼网瞬间打开 让时刻在餐桌上 就能感受到浓浓爱意的融化 我家里人是湖南的 我自己本身是广东的 到了四川喜欢上了麻辣 所以说从我们的粤菜的酸甜当中 提取了一种辣味 加上了一种麻椒的 一种清香的那种气味 广东食材丰富 尤其是海鲜 如何用创新的方法做出更好的口味 乐厨们可是绞尽脑汁 这道菜叫红梅酱明虾扒 它的创新之处在哪呢 大明虾处理好之后 下入锅炸至表皮金黄 出锅控干油分备用 然后炒至酱料 胡萝卜打融了之后 把它推成金黄色 螃蟹的肉拆好了这个肉 好 就调一点的味道 这个盐巴 糖 胡椒面 把它去腥 再勾一点的生粉的芡 熬好的酱汁 搅在盘中 在白上炸好的虾 红梅酱明虾扒就做好了 这道菜品整体来说 油炸 让虾壳 让虾壳变得酥脆 虾肉依然脆甜 然后再下锅调味儿 最后还要边炒边撒上麦片 这就是麦片来了啦 这就是麦香虾 酥香的麦片 酥脆咸香的虾皮 爽脆鲜嫩的虾肉 咬一口酥脆酥脆的 岳西红树林 泥地里的泥丁 是一种非常珍贵的食材 传统的吃法 用来蒸或者炸 不过当海红米出现后 卢波就研发出了一道 泥丁做的新月点 剪掉泥丁的一头 挤出内脏 然后在清水里揉搓挤压 冲洗干净 海红米配泥丁煮粥 煮法和普通大米一样 用砂锅煮到粘稠就可以了 但是泥丁的火候 更得把握精准了 泥丁 当它煮沟的时候 才放在那个厨房里面 那煮起来还是这么成条 不是那么软粘绵的 煮起来很爽口很脆口的 和泥丁长得很像的沙虫 需要拍拍打打才能清洗干净 烹饪沙虫和泥丁一样 对火候要求很高 沙虫也有一种新潮的吃法 米汤沙虫 先准备一锅打底的米汤 我们是拿东北大米 放肉 咬住 熬制四小时 起那米汤浓稠一点 煮好米汤 我们再冲下去那个沙虫 这样保持 很容易控制那个成熟度 令它更加不收缩 鲜甜爽脆 米汤 它并没有掩盖掉 沙虫本身应该有鲜味 口感和口味绝对是值得品尝 粤菜跟法餐结合在一起 能够碰撞出怎么样的火花呢 分子料理的介入呢 让粤菜有了更多不同的展示方式 这个也是创新菜当中的一个大类哦 盐菊鸡是客家菜的经典代表 如今也走上了创新之路 与法餐碰撞会有怎样新颖的呈现呢 我们肉呢只选用了鸡的鸡腿的部位 把它的骨头给剃掉 然后我们把黑松露这个香气呢 腌制在这个鸡腿里面 做了一个鸡腿卷 作为盐菊鸡肉卷 虽然主料只取两只鸡腿的净肉 但是辅料却要用到整只鸡 那其他的部位呢 我们就用盐菊鸡粉去蒸 不加水去蒸 蒸成一个汁 然后用这个汁来去拍那个鸡腿 让鸡腿把鸡汁收进去 这样的话它的鸡香又就很浓郁 鸡腿肉充分吸收了鸡汁 在鸡肉的一面抹上黑松露酱 用盐和味粉给鸡腿调一下味儿 卷起来 然后放进冰箱里冷冻定型 定型后的鸡肉卷抹上一层枝子汁 用荷叶包住 然后再包上一层吸油纸 蒸熟后切片 再搭配羊肚菌就可以上桌了 创新把盐菊鸡肉卷 菌香 鸡肉香 盐菊的香气融为一体 鸡腿去骨之后 吃起来爽滑尽性 老菜新做的还有客家蒸肉饼 搭配上酒莲山香菇 又会是怎样的咸口味儿呢 土猪肉 香菇 马蹄 鱿鱼干 切成细丁 拌在一起 加入葱花 蚝油 抓均匀 再把泡香菇的水倒进去 加入鸡油 打进肉馅里 搅打上劲儿 最后团成肉饼 好 这样我们就放到蒸柜里面去蒸 不过做到这一步 这个肉饼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呀 出品的时候我们就自己熬了一个 浓缩的一个香菇汁 然后再加配这个西班牙的火腿 再加这个香菇碎片 那我们就是一个肉丸 一个火腿 一个香菇碎片 它一口下去了就会有三个层次 客家人有句谚语 蒸酒磨豆腐 没人称师傅 到处的酒和豆腐 在客家人饮食中的地位 五星级粤菜师傅名厨 陈泽化 一直在想办法做出创新的豆腐菜品 这个豆腐的做法是我创新的 是不采用圆卤和石膏的 我是做到它二十多年了 经过反复实验 陈老师研制出了一种新式豆腐 做这个豆腐 我的灵感是来自我们的猪皮洞 选取本地黄豆 用70度左右的水泡套 打成豆浆 我们磨完豆腐以后 就隔水蹲三个小时 然后我们现在要把它打出来隔离 做出的豆腐会更新鲜更浓化 豆腐隔水炖熟 静置放凉 加入调味料后 放入托盘蒸制四十分钟 再放入冰箱冷藏凝固成块 通过冷热的一个物理的方法 然后再加上淡浸酿的泥固 你看这就是我们做好的这个成品 它润滑看到没有 我那个豆腺味很浓 将豆腐切块 中间挖洞 加入五花肉 鱼浆调制成的馅料 传统的客家酿豆腐 是用煎制的方法 陈泽焕 根据自制豆腐的特点 改成了油炸 将豆腐外皮炸得焦脆 之后加入调味汁煮制 使汁水包裹住整块豆腐 比传统的客家酿豆腐 增加了脆嫩的口感 猪脚浆是粤菜 中一道传统的具有温度作用的美食 受猪脚浆的启发 专营羊肉的李文平 打造出了一道 用羊靴筒做成的美食 这个羊蹄呢 我们只选了中间这一块 羊靴筒里面的胶原蛋白 是很丰富的 先把羊腿烤一下 把羊腿的皮烤成金黄色 去掉杂毛 增香 增色 保持它的胶原蛋白不要流失 猪脚换成了羊靴筒 醋也换成意大利的黑醋 往装满黑醋的锅里 加入草果 香叶 大肉黄姜 鞍春蛋 和烧过洗净的羊靴筒 煮上45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酸 甜 有点生辣 那种味道呢 刚好是促进人的一种食用的增长 所以一看到这道菜 产生了想吃的感觉 黑醋搭配羊靴筒 酸酸甜甜中透着果香味 里面的姜吃起来也是爽脆可口 羊皮绵软耐嚼 骨髓轻轻松松的就能吸出来 鲍鱼一般是白灼或者蒜蓉烤 为了让鲍鱼的口感更加丰富 粤菜大师们也发出了新的做法 将鲍鱼装进真空袋 低温烹煮 这样就可以保持鲍鱼爽滑的口感了 透真空了呢 它就紧实一点 紧实一点就放在水里面 它不会浮起来 因为里面有空气呢 它会浮起来 不往前 很远的到 盖上盖子 设置的温度是65度 这时间是20分钟 煮好的鲍鱼过冰水 蘸干水分 在泡入提前准备好的料汁中 冰糖啊 半口石油 海带丝 包出来的汁 放下去泡6个小时 低温烹煮的鲍鱼 口感更加爽滑 上桌的时候 黄瓜片垫底 此时的鲍鱼 已经充分吸收了料汁的味道 非常鲜甜 相比先进鲍鱼的清爽 焗鲜活鲍鱼就浓烈多了 今天用干鲍的方法来焗新鲜的鲍鱼 吃一个干鲍鱼最起码六七天 先鲍就不用 先鲍我们三个小时就可以了 首先将鲍鱼去壳去内脏 减去嘴角的砂囊 用刷子去除裙边的黑色部分 洗刷干净 焯水 水温要控制在八十度左右 现在我们用的是三头豹 就是一斤三个 将半只老鸡 老鸽 猪蹄焯水 凉水冲净备用 准备砂锅 锅底垫章竹打 将老鸡 老鸽 龙骨放进砂锅 鲍鱼放至中间 加上原被 花椒 火腿 加入上汤刚好一整包 万火煮一小时 汤水少了要加满 之后改中火煮一小时 转慢火再煮一小时 每小时要转转包底 防止锅底粘连 挤了三个小时 这个鲍鱼已经够润了 就把鲍鱼拿上来 把汤汁要再来收紧一点 大功告成 鲍鱼就是它的糟白菜 每次来吃都是必点的 这鲍鱼超级好吃的 非常入味 经典复现也是粤菜 在创新中寻求的灵感来源 我施工在差不多一百年前 发明了一个菜叫百花馅 为什么叫这个 它是如果这个虾做出来 你看出来有点点百里透红的 好像花一样的 那个叫百花 百花馅其实就是虾融馅 必须用手工处理下 才能做出应有的口味 虾融馅只需要用盐调味 用手顺着一个方向搅拌 要打很长时间的这个 要插进去的手 粘住很难拔出来 我现在一个个的搞出来 还要搞扁的 要造型的 虾融馅变成了虾饼 进蒸香蒸熟定型 接下来要准备凤苔饼 凤苔饼其实就是鸡蛋糕 蛋白打发 加入蛋黄搅拌均匀 在烤盘里造型后烤成蛋糕 蒸好的虾饼裹上面 护下油锅炸至金黄 虾饼和凤苔饼的结合 用的是奶香味十足的 法式传统醬汁 这个味道搭配这个 有点和鲜的味道 是很搭配的很绝的 现在只要愿意学 厨师就能轻松掌握虾饼 鸡蛋糕和蓝汁的制作计划 但是在过去很难学到 所以这道菜在当年价格不菲 80年前的时候做这个菜 没有一个师傅可以拥有这个技术 咕噜肉是一道非常传统的粤菜 也是粤厨们一直都在寻求 创新突破的菜肴 有冰镇的 还有加棉花糖进去的 我们就要研发一种出来 很特别的 为了提升咕噜肉的口感 主料从传统的五花肉改成的猪颈肉 这个猪颈肉大部分是瘦的 小部分里面有雪花酱的 就是有点油脂的 它是油脂分布的很均匀的 熟了之后炸出来 这个猪肉有点鸡的 猪颈肉切块 用盐 糖 南乳调味 要用手擦肉 让肉吸收调料后起焦 然后裹上面糊 下锅炸至表皮金黄 酸甜味是咕噜肉的特色 怎么调糖醋汁 每个厨师都有自己的独门秘方 我们的前辈是用糖和醋 再放香榨这些东西来做这个的 我们现在呢 为了把这个味道更丰富一点 味道更好的 我们加了很多种水果进去 那个味道更丰富 糖醋汁炒浓之后 加入黄瓜丁 草莓丁 再倒入炸好的肉块 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不过这道咕噜肉 还有一个特别的蘸料 那就是带着初恋滋味的青苹果 现在我敲开给你看 里面是有什么东西来 这个就是苹果油来 现在吃的时候呢 就这样粘着一点来吃 吃起来有脆脆的 这个苹果油是甜的 这个有点酸酸的 搭进去 刚好那个味道就中火了 粤菜不断推陈出鲜 粤点同样不甘落后 甚至会按季节上鲜 柚子上市的季节 柚子香味就飘到了餐桌上 这个馅呢 是用油 鸡蛋清打出来的馅 之后我们再加入 柚松跟柚子的那个馅 所以闻起来的味道 比较清香 哇 擀面杖这么特别 竟然是一根钢管 它压得比较实 压得比较实的话 它那面的光泽度比较好 四周就把它压 压平点 就好像就有一个顶 一顶帽子这样 因为它一压下去呢 它刚好就是一个比例 底部之所以更厚 是不是让皮和馅儿有一个最佳的搭配比例 柚子包如同包包子一样 包完之后 褶子朝下摆放 发酵一个小时 一小时后 柚子包已经发好了 这时候要往表面挤上一层绿油油的酱料 酱我们加入了菠菜汁 就是一个酥皮 就是面粉鸡蛋油去组合的 烤起来的那个颜色 还有那个酥脆 抹好酱汁 放进烤箱 加热之后 酱汁流满了整个柚子包 出炉的时候 已经成了一个个的绿胖子 柚子包入口酥脆 再吃是带着浓浓面香的绵软面皮 里面的馅儿料软滑中透着柚子的清香 还有肉松的咸香味 层次别提有多丰富了 蛋挞作为广东早茶里的四大名点之一 各家粤菜餐厅都在创新自家的特色 蛋挞与三文鱼的结合会碰撞出什么味道呢 和普通蛋挞一样 用的都是起酥皮 用模具压出椭圆形 用手轻压到盏上 然后盖上一个模具定型 盖下去烤了 它就不会说鼓起来 三文鱼蛋挞需要把皮先烤熟 趁着烤皮的时间调制一个蔬菜沙拉 宽泉的青瓜的香芹的 吃起来口感清爽 沙拉酱跟这个芥末去调它 口感更加丰富 把蔬菜沙拉装进烤好的皮里 再铺上一片三文鱼 最后还要挤身一层沙拉酱和芥末酱 调整的酱汁再次进烤箱 烤三文鱼蛋挞的话 它不像烤鸡蛋挞的温度这么高 面火跟底火太高的话 你这个青瓜粒啊 香芹粒啊 番权粒啊 完全熟了的时候就没那个口感了 清介三文鱼蛋挞又是什么样的美味呢 一口下去确实首先能感受到芥末的味道 确实是个非常点睛的地方 那这个真的要趁热吃 可能无论是口感还是味道 还是从视觉上 它的层次都是很丰富的 一只鹅一头牛一只鸽子 如何代表月菜畅销海内漫 一碗面一个火锅一份点心 月菜如何成功复制遍地开花 从菜篮子到餐桌子 农民与月菜大师中间 嫁接着怎样的桥梁 月菜成功又蕴藏着什么样的商业密码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特别制作 八大菜系月菜 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